字幕提供 嗨 舒香 歡迎來到今天的棒水劍場時間 那今天這集的話是這個純隊聊聊 我們要來聊的是這個兄弟的遊擊手我怎麼選 好 以下數的想法給各位做參考 那我們就開始囉 首先啦 怪物卡 這個你們自己去挑就好了 基本上都是看檔期跟這個 有沒有愛啦 很多張都會滿啦 那如果你真的有疑問說 我應該未來要等哪張 而且這個是前提 而且你可以練到加10的話 你在下方留言我再幫你解答 那剩下的部分的話就是我們先講懶人包 千卡的話很貴 兄弟的卡片真的很貴 我會選22年的姜昆宇 然後傳奇的話我會選 傳奇的葛雷諾 超中的話是19王聖偉 這個也是有點貴啦 然後剩下的話我會選 22年的SEP 9月江崑宇 那如果你還是覺得這個太貴的話 22年的APR 4月江崑宇 或者是19年的國家瑞王聖偉 這兩張都可以選 好 那我們就一張一張來講吧 首先怪物卡的部分 零至聖的話就黑卡 但數值後三項並沒有這麼漂亮 然後逢聖賢的話後三項就相對好一點的 江崑宇這張的話後兩項的數值很漂亮 所以這張其實還蠻不錯 但是黑卡的克制範圍相對沒有這麼大 陳瑞正的話前三項數值其實沒有這麼好 不過後三項數值比較好一點 所以說這張相對會比較好拉一點 葛雷諾的話就跑雷很慢 然後王聖偉就是蠻平均的 但也是黑卡克制範圍沒這麼大 好 簽卡的部分的話這邊有四張 有時候我在篩選的時候發現 有些小書肉 如果真的有肉看的話 下方留言直接跟我講 有時候我在篩選的時候 按那個什麼遊擊手 或是按什麼評價的時候按一按 可能之前有搜尋過 他有些卡片 有在按選秀或是有在搜尋卡片都知道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那什麼奇怪的bug 愛按之後卡片不會出來 他就會被我漏掉 雖然我大部分是已經用 就是四川表去做名單 然後再去慢慢找 但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一個看得比較快的一點 就是有些卡片沒有按到 他就真的就消失了 他就不見 他搜尋列就不會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 但有時候會這樣漏掉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哪一張卡 你覺得很奇怪 漏掉了 你可以下方問一下 那這張你覺得如何 那這張你覺得如何 千卡的部分的話 四張 江坤雨 這張我覺得數值最漂亮 他雙打雖然說沒這麼高 但是後三槍很漂亮 所以說在千卡的情況 這張1025都可以到滿 但真的太貴了啦 74億 我試煉不動啦 真的是貴爆 然後月東華的話 這張也是可以放遊擊 數值也是蠻棒的 但有些人會放二壘 所以你自己再去斟酌 然後林之聖有些人會放三壘 或者是拿去放二壘 所以就你再看情況 不然林之聖 江坤雨 月東華這數值都很ok 然後這張是掉下來的江坤雨 這張的數值是很平均 但是 他相對沒有這幾張這麼漂亮啦 這張也是可以入手的 就看自己的狀況 因為他比較便宜一點 真的就是一點 還是貴 好傳奇 傳奇的部分的話 林之聖這張的這個跑壘沒有這麼快 然後這張王聖偉 他的後三項相對沒有這麼好 那這張葛雷諾的話 是相對比較平均一點的 所以我最後是選擇 這張葛雷諾 我覺得這張是ok的 那當然啦 如果你想要力量高一點的話 你要選林之聖 我覺得也是ok的 那操縱的話三張 三張的話 我覺得數值最平均 後三項最漂亮的是 19年的王聖偉 那為什麼有些人會問 為什麼要講後三項問題 因為 很多人的教練團 其實這個點數比較集中在 雙打跟力量 所以這個情況的話 他的雙打力量 變成說可能相對不用這麼高 像這種比較高階的卡片 就是到1025 你就可以差不多到都滿了 那後三項比較高的話 你就可以更容易的到滿 因為你的教練團 加的是前三項 那後三項本身可能就加不高 所以變成這個情況的話 後三項相對高的時候 你就會好拉很多 所以這三張 王聖偉 月東華 跟17年的王聖偉 這三張素質都很漂亮 超中就是這樣子 你有錢自己上 那當然 超中其實練到一半也都還賣得掉 所以 有些人有在講 那個 如果要往上練要賣的話 不要選怪物 不要選籤卡 那個很容易會卡住 選比較熱門的超中 那但是你自己還是要自己去看 這不是叫你說 叫你練超中然後卡住 這樣也不好 好 那這張17年的王聖偉 就是說他的這個 力量跟後兩項 相對沒有這麼好 那這兩張就比較漂亮一點 好那這邊都講完的話 就是剩下的卡接 剩下卡接的話 這個 22年的江坤宇 這張的話是當初的這個 跑壘手背的特化版 整體的素質上面也蠻漂亮 就是這個選球跟傳球 沒有這麼高 所以你自己在看情況 我自己是覺得OK 那這兩張的話 19年的王聖偉 是這個 雙打 相對比較好一點 那這張的話 就有力量高一點點 但他的跑壘比較突出 22年的江坤宇 有些人會比較希望先把 雙打跟力量拉起來 這個時候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選 19年的王聖偉 那如果你覺得 我覺得 這個素質OK 那我可能也對江坤宇 比較有愛的話 你就選 22年的4月 好下面三張的話 就簡單的帶過一下就好 這張是MVP 就 跑壘跟手背 這樣雙打還不錯 但力量很不行 但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 加減讓你用一下而已拉 那這張王聖偉的話 就 相對 便宜 而且素質上面沒有到很差的一個選擇 他的力量 比這張阿坤高 就這樣而已 然後這張的話 手平不太行 但他是一個力量特化版的 一個 版本 他的力量94 L打擊有到91 所以說有些人可能會用這張 但是這樣的手平跟跑壘 甚至是R打擊真的是不太行 好那以上的想法就給大家做參考囉 如果你有其他想法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今天這部就找到我們結束了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詢問問知道 那我們就下集再見囉 掰掰